大家好,我是月寒 作为社会属性的人呢 从踏进社会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说就要锻炼一生的本领 那今天月寒和大家分享 菜根坛当中的四点智慧 来帮助大家能够在这个社会上 可以说如鱼得水 那第一句话呢就是 恩理由来生害 顾快一时,须早回首 拜后或反成功 顾服心处,莫便放手 这句话的意思呢 我总结了一句话 我觉得就是八个字 乐极生悲,苦尽甘来 那具体说一下 就是说 这个人在受到好处 天降好运的时候呢 不能高兴得太早 很有可能会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可能会让你受挫一下 而我们说人在跌落孤底的时候 这个心态呢是非常的脆弱的 那这个时候就得告诉自己 苦尽甘来 坏运气呢都已经用完了 我们现在已经都是好运气了 未来会更有更多的福气 那第二句话呢就是 勾人之恶物太严 要私其看守 教人以善物过高 当时其可从 批评别人的时候呢 我们说不能太过严厉了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要 适当地去顾及一下 他当下的感受 让别人做好事的时候呢 也不要有太高的一个要求 我们要考虑到对方 是不是能够接受呢 因为每个人的教育水平啊 包括阅历范围呢 以及性格啊 兴趣啊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不能用一个标准 去衡量所有的人 第三句话呢就是 老来疾病都是壮时昭德 衰时罪孽都是圣时缩德 这句话呢是佛家讲究一个因果 年轻种下的因 就是老年要收的果 很多年轻人会觉得 啊我自己还很年轻 我可以私地去挥霍一下 但同时呢就是在 折损自己的健康 关于家庭 很多朋友也会有一个误区 认为经济富裕就是一种兴盛 但是却忽略了家庭成员 感情上的互动 导致亲情缺失 这种现象的产生 第四句话就是 功过不容少混 混则人怀堕堕之心 恩仇不可太明 明则人起 卷二之志 这句话总结八个字就是 恩威并用 上发分明 给大家说一个例子就明白了 就是说 大家知道汉高祖六邦 在平定天下之后呢 一些功臣呢会因为 争功会吵得很凶 王陵呢给了刘邦一个建议 说要论功行赏 多劳多得 有目共睹 那这个时候呢 才让这些大臣们才开始 平静下来了 这就是和大家说 给人的功劳呢 不能含糊 如果说含糊其词的话 那对方可能就会因为 这个心灰意冷 那今天约翰和大家分享的 这四句话呢 总结八个字就是 相信自己换位思考 相信自己的话 会帮助自己走出一些困境 换位思考呢 就可以预防 自己不和其他的一些外人 接下梁子 那不知道大家 对这四点智慧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感想呢 也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 和我一起探讨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